《保羅達以弗所人書》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願因為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夢救屬的恩 願頌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女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女簡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結,無有瑕疵 由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以子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我們藉著愛子的血,得蒙夠熟,過範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匆匆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日 我們也在他裡得了基業 這原是哪位隨己以行作萬事的 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稱讚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值等到上帝之民備熟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只望天上的基業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上帝 討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封聖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手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第二章 得救是本福恩 也恩著信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翼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然而上帝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也恩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願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從前門徒不知道上帝 所以你們應當紀念 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 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 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藥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上帝 你們從前遠離上帝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 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因他使我們和睦 將兩下合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壽 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值著自己造成一個身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記在十字架上滅了冤壽 便值這十字架 使兩下歸為一體 與上帝和好了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 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因為我們兩下值著他 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如今是上帝家裡的人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女 是與聖徒同國 是上帝家裡的人了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適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上帝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第三章 奉命全福音於外邦人 因此 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 替你們祈禱 量必你們曾聽見上帝賜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份託扶我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你們念了 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 將如今藉著聖靈 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這奧秘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女 藉著福音 得以同為後至 同為一體 同蒙應許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上帝的恩賜 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我本來比眾聖途中最少的還小 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策不透的風符 全給外邦人 又使眾人都明白 這歷代以來 隱藏在創造萬物之上帝類的奧秘 是如何安排的 為要藉著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 現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這是照上帝從萬世以前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女所定的旨意 我們因信耶穌 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 督信不移的來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求你們 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 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基督有莫測之外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失 天上地上的國家都是從他得明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 藉著他的靈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 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機 能以和終生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 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但願他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女得著榮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 阿門 第四章 勸門徒合而為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照行事為人 就當與蒙照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我們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給各人的恩賜 所以 經常說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老略了囚敵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既說聲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那降下的 就是遠聲諸天之上 要充滿萬有的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量 他所賜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 在真度上 同貴與日 認識上帝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眾了人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唯用愛心說成實話 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 白節各案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外中建立自己 凡事效法基督 所以我說 且在主裏確實的說 你們行事 不要再像外邦人 全虛妄的心行事 他們心地分析 與上帝所賜的生命隔絕了 都因自己無知 心裏剛硬 良心既然喪盡 就放縱私欲 貪行種種的污衛 穿上身人 你們學了基督 卻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 領了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 行為上的舊人 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智 改換一身 並且穿上身人 這身人是照著 上帝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義和聖結 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 各人與倫舍說實話 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 總要勞力 親手作正經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不要叫聖靈擔憂 烏偽的言語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不要叫上帝的聖靈擔憂 你們願事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熟的日子來到 一切苦毒 腦恨 憤怒 洋鬧 毀旁 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並要以恩慈相待 全憐憫的心 彼此搖述 正如上帝在基督裏搖述了你們一樣 第五章 當憑愛心行事 所以你們該效法上帝 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也要憑愛心行事 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 當作輕鄉的公物 和祭物 獻與上帝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謂 或是貪婪 在你們中間 連提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 淫詞妄語和氣笑的話 都不相宜 總要說感謝的話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 無論是淫亂的 是污謂的 是有貪心的 在基督和上帝的國女 都是無份的 有貪心的 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控 因這些事 上帝的憤怒 必臨到那撥翼之子 所以 你們不要與他們同伙 當像光明的子女 從前 你們是暗媚的 但如今在主裡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 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義 誠實 總要察驗 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那暗媚無益的事 不要與人同行 都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來 也是可恥的 凡事受了責備 就被光顯明出來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 就是光 所以主說 你這睡著的人 當醒過來 從死裡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愛惜光陰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當用詩章 靈歌 彼此對說 口唱心禍的 讚美主 凡事要奉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名 常常感謝父上帝 又當全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信服 夫妻的本分 你們作妻子的 當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信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 凡事信服丈夫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寫記 要用水植著道 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結 可以獻給自己 作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 奏文等類的病 乃是聖結 沒有瑕疵的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故事 正像基督代教會一樣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為這個緣故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以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傲備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然而 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第六章 父母和兒女的本分 你們作兒女的 要在主女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 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境界 養育他們 主人和仆仁的本分 你們作仆仁的 要懼怕戰經 用誠實的心 聽從你們育身的主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土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 從心裏遵行上帝的旨意 甘心是奉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因為曉得 各人所行的善事 不論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你們作主人的代僕人 也是一理 不要威嚇他們 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並不偏代人 須穿大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還有沒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 要穿大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囚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暫立得住 所以要暫穩了 用真理當作大指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借空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此外 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 當隨時警醒討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 使我得著口才 能以放膽 開口講明福音的傲備 我為這福音的傲備 作了大所念的使者 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 放膽講論 今有所親愛忠心是奉主的兄弟 推機鼓 他要把我的事情 並我的境況如何 全告訴你們 叫你們知道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 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願平安、人愛、信心 從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 歸與弟兄們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對 感谢观看